为什么知道一定要万云方向 菩提心开悟了 民心见心 民心见心的人 六根在六成境界上 不起心不动念 不分别不知处 这就是万云方向 还会起心动念 还会分别指着不行呢 这反复 我们不能不知道 这一桩事情 决定不能含糊 关系我们这一生 能不能成就 不能成就 又去搞六道轮回 那就太可怜了 关键就是放下 古大德告诉我们 放下便是 慧能大死 能继承足位 无足把法传给他 没有传给神修 什么神修 神修没放下 神修 Roosevelt 他确定放下 他确定放下 神修 神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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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了一个晚上 没睡多觉 自己还不敢送给老师看 把这贴在墙壁上 看看反应 如果老师赞叹 出来说这是我做的 老师不赞叹就算了 就不承认了 你看这个什么 着像了 这就是没放下的 还紧紧计较着 这不能往生啊 一切缘都要放下 随缘嘛 什么都好啊 一切都随他去吧 我丝毫都不染住了 我念念求生极乐世界 念念跟阿弥陀佛相应 这个世界是 不再过问 你的心定了 你的心开明了 你的心就 得决定的事 时时刻刻要提醒 怎么还会起心动力 还有分别之处 七心动力 太威胁了 我们不能觉察 暂时不要去理他 至少分别指着 这个向很粗 我们很明显地 觉察到 能不能不分别 能不能不执着 要在这项下功夫啊 依然分别 依然执着 我们求往生就没把握了 那什么叫忏悔 我一切不分别了 一切不执着了 我就执着阿弥陀佛 我就分别阿弥陀佛 这叫放下 那万元放下 只留一个 这个要在八万四千法门 不行 不能整过 但是在净土法门 可以待业往生 这就是净土 胜过八万四千法门的道理 就用来 不再来 不再来 这就是净土